在台中有一位已经58岁的名歌手蓝自强 罹患肝癌末期 他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日子里 再举办一次演唱会 医院在6月20号帮他圆了这个梦 就在医院的大厅里 请来了歌手蓝自强 昔日的乐团伙伴帮他伴奏 他的两个孩子也到场 感动的说爸爸是最帅的名歌手 名歌手蓝自强忍受病魔对抗 还要上台演唱 看到昔日的好友 纷纷到场祝唱与祝福 让蓝老师感动得平平是累 他说生命的最后还是坚持 要以音乐画下最美好的句点 蓝老师就有提到他很喜欢音乐 我们整个团队就跟他的朋友们 一起来筹备这样的活动 线上最后的礼物 女儿轻轻地抱着爸爸说 心目中的爸爸永远是最帅的名歌手 你很喜欢听爸爸唱歌 而一直为你唱也是我的愿望 而今爸爸身体不太允许 请记住 不管什么时候爸爸都很爱你们 蓝自强还告诉身边的亲友 人生充满希望 对生命永远不要放弃 新团人的电视张世民 杨淑年台湾台中采访报道